大家好 我是大象 今儿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世界上最凶猛 也是很多国家严禁作为宠物的犬位 首先这只伊利利亚牧羊犬可以说是非常的称职 平时它帮着主人管理羊群 顺便教育教育几只不太听话的猪 但是不仅如此 它还能保护主人把熊赶跑 这只伊利利亚牧羊犬如此的勇猛 也要归功于它硕大身躯 这个品种的狗肩胛骨离地面一般是60厘米 站起来甚至要比正常人还高 套在它头上的狗绳基本上是装装样子 基本上没有人能拉得动它 也只有铁链能hold住它了 那狗拉自行车遛弯估计也是没谁了 家里如果有这么一只伊利利亚犬 盗贼如果上门也别想有什么好下场吧 如果你想拥有一只伊利利亚犬 那住在丹麦的人可要提前注意了 因为他们在丹麦是被严格禁止的犬位 另外一种被丹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严厉禁止的 还有这位叫做坎高牧羊犬 坎高是所有狗里面咬合力最大的 他们这一口下去压力可以达到743万米平方英寸 甚至超过老虎 所以这种狗基本看到老虎也是无所废剧 坎高的狗体格也是非常的强壮 尖离地面高度一般也达到1米 大家可能都见过拉不拉多 把这两只狗放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看对比就知道了 除此之外坎高的大长腿也是一绝 加速奔跑可以达到每小时50千米 2米高的栅栏基本上也是无障碍地跳过 如果想拉住坎高不让走 估计也是徒劳的 卡斯罗犬在美国的八个州和百慕大都是被禁止的 但是它却是绝佳的堪门狗 如果你想躲开卡斯罗的攻击 估计就得像这个小伙一样爬到车顶上了吧 但是卡斯罗狗知道界限在哪里 一旦小偷被驱逐出门 它们就会停止追击 家里想养之卡斯罗的 怨强得足够高 因为卡斯罗站起来有1米5这么高 卡斯罗狗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无所畏惧 它基本上无视那些比它体型大很多的动物 即使对手是大宗熊 卡斯罗的咬合力也是惊人的 基本上可以跟砍高不像上下 美国斯塔夫斗牛梗的战斗持续能力 可能是所有犬类里面最持久的 一只斗牛梗像这样的咬着绳子掉在半空 撑个一整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它们最出名的技能就是跳高 它们甚至通过奔跑能够咬到3.5米高的物体 也正因为它们这个能力 导致它们在丹麦 葡萄牙 德国 挪威 百慕大以及美国的好多个城市是完全被禁止的 而在乌克兰 俄罗斯 新加坡 罗马尼亚或者西班牙 想养一只斗牛梗的话 则需要特殊的执照 眼前这只狗的技能简直是不得了 跳房顶 通过前腿走路 甚至是走电线 都是通通不在话下 它就是赫赫有名的 马利努阿犬 简称马犬 马犬是世界各国特种部队最为中外的品种 比如说美国海拔突击队的狗就是它们 马犬的受训能力极高 咬合力超群 不仅如此 它们在制空能力也是异于长狗 可以跳高7.5米 马犬的适应能力也是非常的出众 甚至可以跟人在一起跳伞 但是如果在乌克兰 罗马尼亚或者是马来西亚 想养一只马犬的话 同样也需要一些特殊的证件才行 如果你想搬家到密西根或者是威斯康辛州的话 你最好别带上罗德西亚背极犬 因为这在当地是不允许的 而在爱尔兰 乌克兰和百慕大 想养一只这样的狗也是需要特殊的证件 当然这样的限制也是有充足理由的 一只成年的罗德西亚背极犬 可以说是完全不懂什么叫害怕 赶野猪 斗狮子 在它们的字典里面都成了可能 它们喜欢奔跑 而且耐力不错 速度可以达到48千里每小时 但是它们最惊艳的绝技却是爬树追捕猎物 由于玩心太重 不听指挥 所以这个品种的狗只能推荐给有经验的各位了 你们在瑞典绝对不会见到斑道隔犬 因为它们同样是被严格禁止的 而在美国 爱尔兰 德国 罗马尼亚和白俄罗斯的很多城市 如果你想养一只 那你首先要通过一项心理测试 事实上 斑道隔犬的一生之中只会认一个主人 而且这个人需要不停的证明自己的强势地位 才能震得住斑道隔 它们非常的记仇 谁欺负过它们 它们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而且一定会穷尽余生追杀欺负它们的人 所以训练这种狗只能从小就开始 需要职业的训练师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斑道隔的咬合力在犬类中排名第二 高达730磅每平方英寸 除非斑道隔自己失去兴趣了 否则想从他的嘴里拿东西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阿拉拜也叫中亚牧羊犬 是地球上最大的犬类 6个月的小阿拉拜就已经有80厘米高了 而成年的阿拉拜站起来基本上是两米多高 一岁的阿拉拜基本就有140斤 而我们眼前的这只竟然有250斤重 成年的阿拉拜犬也是超级壮 甚至可以拉着小汽车往前跑 所以理论上来说不是我们在遛狗 而是它们在遛咱们 阿拉拜从小就喜欢打架 碰到老虎也绝不怯场 因为它们的大犬牙看着确实让人害怕 阿拉拜在白俄罗斯 俄罗斯 还有乌克兰 意大利和丹麦是被绝对禁止的 在人类遭受所有狗的攻击当中 洛维拿狗占了10% 排名第二 它们跟一般的狗不一样 基本上拿着轮胎就像玩具一样 但是专家们认为洛维拿是非常称职的工作犬 但是一般的居民还是别养了 洛维拿在百慕大 厄瓜多尔 以及一些美国的城市是被完全禁止的 在欧洲很多城市则是需要特殊的执照 美国斗牛犬在丹麦 马来西亚 百慕大 以及美国的一些城市是被完全禁止的 好像这些国家是什么活都不能养啊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这个品种的脾气是超级火冒 经常会无辜的对人发起攻击 甚至是熟睡中的美国斗牛犬 可能一睁眼就会攻击 美国斗牛犬一旦咬上猎物 那让它松口基本上是别指望了 即使被痛打也是绝不放松 原因是因为它们的痛感的感知能力是非常弱 换句话说也就是不怕疼 而且它们与生俱来的攻击本能 导致它们经常是致死帮休 美国斗牛犬的体格同样非常健硕 看着这只斗牛犬竟然可以拉着重达4.5吨的小推车往前走 那可是它们体重的100倍啊 这个小女孩胆够大的竟然给拉着美国斗牛犬溜弯 很多国家针对阿克廷渡高犬有着严格的限制 以上那些国家同样不让养 渡高犬也是天生跑得快 速度可以高达40千里每小时 而且不会觉得累 甚至拉着主人滑雪也是不会慢下来 它们的身体像是有着使不完的能量 所以要不停的给它们找活干 要不它们可能就要把火撒到人的身上了 刚才我们提到了洛威拿攻击人排名第二 而比特犬则是攻击人类的第一名 仅仅在美国遭受比特犬攻击的所有案件中 34%的元凶都是比特犬 而其中高达66%的致死率 比特犬天生的性格好动 面对被猛牛剃头的危险 它们也是毫无畏惧 在同等体型的犬里面 比特犬的咬合力绝对是老辣 它们的肌肉超级发达 拉汽车和拉拖拉机也都是工作日常 因为比特犬可以爬到9米高的墙上 所以它们在8个国家是完全被禁止的 比如说德国和葡萄牙 而高达53个国家立法严格控制比特犬 而在美国则有39个州 有着非常严格的管控手段 看了这么多的犬类之后 你觉得哪些狗是最应该被禁止的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